你知道嗎?其實早在戰國時期 日本就被稱作為窩國了 而坐在日本的人就被叫做窩人了 而窩這個字在漢字裡面就是有 矮笑然後猥瑣的意思 所以被叫做窩的話其實就是有 貶低還有藐視的感覺 那當時的窩國人他們在學習漢文化之後 也發現了這件事了 就是窩字的這個意思不太好 所以他們屢次就是派使者到中國要要求改國名 但是一直被拒絕 那一直到什麼時候他們才改國名叫做日本的呢? 據說就是在武則天時期 武則天登基之後 當時窩國主政的文武天皇 他又再次派遣使團來 由當時熟悉唐朝文化的素天真人領隊 他們又再次來到唐朝 盼望武則天能讓他們改國名 然後在宴會過程中 素天真人他就一直稱讚武則天當時的政策 使得武則天心情大好 所以後來就統一窩國改名叫做日本國了 實際正義裡面也有記載說 武後改窩國為日本國 所以從此日本就出現啦